新春開運, 一天遊, 出發了 出發了 出發了… 但不如, Mary姐 我知道你四圍登台很棒 但沒想到現在領隊你一組合 下去我們真的不夠你組合 就是外面不夠組合 所以我就回到TVB組合 我偶像, 帶我們去哪裡走大運 我什麼時候說帶你們走大運 Mary姐, 帶你大旗大大聲 跟你開運 我只是做大隊 但你們去開運, 當然不是我 就是我們的星級嘉賓、導遊 誠誠師傅 誠誠師傅, 歡迎… 誠誠師傅 雖然進入我工作也算順利一點 但我今年想多賺點錢 走大運對我來說是否有幫助 師傅… 我們做這行業最怕有時有費 有什麼可以避免時費呢 誠誠師傅 我要幫一眾單身男女脫單 怎麼來的?可以多點桃花 桃花? 好 Mimi姐, 你要你桃花嗎? 不要… 我只是想世界恢復正常 你們也有這麼多問題 不如我們一起由山換水 風花樹月, 行大運吧 好, 行大運 對… 對, 行大運 各位團友 大家看看這裡, 是不是… 很好… 這裡 其實開運, 怎麼一定要來樓浮山呢 是不是跟九運有關呢? 對, 其實正正三元九運 到了二、四年就轉九運 我們接下來二、三年 南邊和北邊又非常好 九運, 南北也好 這裡正正是南邊有山, 北邊有水 南旺仁丁, 北旺財雲 而榴槤今年就特別了 剛剛反過來 桃花位在北邊 南邊就是財星 所以我們連續這兩年 南北位都當旺 所以摺雲摺皮就最好自己了 來到樓浮山, 當然要食蠔 蠔魚熱著海膚食蘭 所以食蠔對男女桃花運 都很有幫助 誠誠師傅 照你這麼說, 北位就雲勢強 特別旺桃花 其實我們還應該做些甚麼 來配合開運呢 來到北邊, 最重要是要看到水 原來適當的濕度 是令人顯得溫柔的 有沒有留意濕度高的時候 你的人的火氣也會低一點 也會令你的情感 比較容易濃烈一點 所以近海而北邊 今年就是特別旺桃花的地方 今年只要有三點水 在聖明寺裡面 桃花運也是特別旺的 我以為穿三點水是特別的 大家聽完了 誠誠師傅說了這麼多話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不如我們繼續 我的行程吧 好, 這邊 這邊… 師傅, 我們來到北區 為什麼要特別看這個錦尼呢 其實紫禮有說桃花 有九子星道 九子就是桃花星 所以在這裡 其實帶點錦尼回去 是最好的 因為錦尼本身是雌雄同體的 也就是說 因緣上又能幫到男 又能幫到女 如果我們家裡想養錦尼的話 有甚麼竅門 養錦尼通常 我們今年最好旺人緣 就放在北邊 因為北邊九子星道 九子星管人丁、喜慶 甚至說愛情、人緣等等 如果能夠養九條 就符合九子的數字 但要留意了 可以是八條雜色 但一條是要全黑色的 要先找找 代表生生不息的意思 這樣你會慢慢轉顏色 所以其實它的深淺顏色 真的要看看專家介紹給你 程程師傅 你說今年的北區很旺桃花 我們當然要來想想花 但我想知道 為何想花會旺桃花 今年北位是桃花位 想花符合玄學的理解 但花本身自古以來 都被認定為帶來桃花或人緣 因為花有它的色彩 不同的色彩會帶來人心的喜悅 另外香味會令人溫柔 以及會感性 其實花鳥會合在一起看 來到北區 最好就是觀鳥 因為鳥代表地支的油 油其實是小鳥聲 看小鳥的時候 我們要記緊要早上五點至七點 就是小鳥起床開始叫 或者黃昏五至七 回家的時間 古時聽到雀鳥的叫聲 尤其是喜鳥代表喜順 喜鳥換錢鳥 對, 亦代表富貴 如果你看到孔雀開瓶 今年運氣就更加好 師傅明白了 今年我一定有很多桃花 成嬰師傅 今天這個開運一天團 行程豐富 由看魚上花 多謝你, 還怕我們肚餓 所以就預訂這個燒烤給我們吃 很貼心 有意思的 因為在玄學上 地支其實是12個 當中紫五卯油 叫四桃花 紫代表水 我們望海吃蠔 希望好事年年 卯代表看花, 即是上花 還有, 我們看錦你 希望和合人情 聽著叫原來代表有 看料亦代表喜事 最後, 嗯代表火 約多點朋友燒東西吃 聯誼一下 說不定有喜出望外的收穫 好… 人丁兩旺… 師傅的見譯非常好 我相信單身的男女 都學到東西, 全都放在袋裡 各位團友 我們這個新春開運一天團結束了 也很感謝誠喜師傅 跟我們指點了這麼多迷春 大家多謝師傅… 也很感謝各位團友 你們是不是很開心呢? 開心… 打賞是不是? 我們想這樣 我打賞, 好的… 很感謝各位打賞 誠誠師傅 芯姐 很感謝你帶我們去樓浮山行大運 我特地煮了雞骨湯 好嗎? 讓你補一下腳骨 謝謝…芯姐 不用客氣 既然芯姐你這麼有心 說起骨, 我也想帶你看一些骨 這些骨真的很有風水作用 跟中華文化也很有關係 晟晟師傅, 這是什麼骨? 讓我也買一些 拿回家放在家裡旺旺旺 我也買 雖然你們都是婦婆 但這些骨是不可以買的 不過看看, 我們也可以沾染旺旺 就是? 那我們也快點去看吧 帶我去吧 好 不怪得看得不買得了 原來師傅說的是恐龍骨 這次在香港科學館展出的 恐龍發射真品 總共有百組這麼多 包括三國龍 暴龍、翼龍、涼龍等等 當中還有一些是全球首次展出 真的很罕有 真的有很多恐龍 對 師傅… 其實恐龍跟沉龍點越南有關嗎? 有關 在我們傳統中國人的心態裡 龍和我們有不解之緣 先說沉龍 因為其實在古代的時候 人和龍是沒有真的生活過的 但是我們如果找到龍的遺骸 龍最後生存的地方 那裡就是地球抵禦、外來災難 最大機會可以一息相存的地方 我們只要找到足夠龍能夠一息相存的地方 就等於將來風水學問的伸延 怎樣去找到一塊藏風聚氣 令生命能夠在富裕和安定的地方 師傅,這裡有很多不同品種的恐龍 其實有哪種跟我們傳統的中國文化恐龍 是比較相似的? 其實中國的龍是很特別的 可能因為很多人崇拜龍 覺得是至高無常或者精神的力量 不過中國的龍有特點 它是集合了所有動物的吉祥意念 好像有綠的角、兔子的眼 鱷魚的嘴、獅子的棕毛、蛇的頸 鱷魚的肚、還有鷹爪 這些全部最好的就歸於龍所有 所以傳統我覺得龍是一個保佑吉祥的物件 師傅,我也很想知道 為什麼一定是左青龍、右白虎 但不可以反過來 這個問題聞得很好 是,很好 因為其實我們中國傳統 青龍也都以天文去配合實際的形象 二十八宿就分配於東南西北 東邊叫做青龍 如果我們看到青龍星在東邊出現 就是納春的時間左右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播種 等待耕田有機會收成的時間 所以其實這個星就引領我們生命的開始 納春的開始 那又白虎又怎樣呢 所以其實基本上 二十八個星獸就分東南西北 北邊是玄武,南邊是朱雀,而西邊代表白虎 通常在秋天的時候我們會看到更多 我知道這次這個展覽不僅僅看 對,還可以摸龍骨 我們通常覺得… 通常左手就是吸氣的 所有正能量都由左手 所以無論莊香或中介儀式 很多時候會用左手 師傅,要摸多少次 一、三、六、九 其實三三不盡 六六無窮 九是無盡之數 那我當然先摸九下 摸龍骨開運 我都不收拾了,先摸九下 中國人稱為龍的傳人 我想跟恐龍也有關係,是不是?師傅 中國人跟龍的確有關係 我們說皇帝、炎帝 我們是皇帝子孫 其實他們跟龍的關係都很密切 炎帝的媽媽更加形容為赤龍所化 所以其實龍跟我們中國人 是有不戒之傳 代表吉祥的 原來其實龍 不僅對我們中國文化很重要 原來跟風水坑魚這麼有關係 其實今天也不錯 我們可以一邊看這個恐龍展覽 一邊學習中華文化 還要沾一下旺氣,很好 屬豬的朋友今年有天廚入名 天廚就代表上天會好好給你飲食 所以說是食神在手 如果是從事飲食業屬豬的朋友 今年真的發揮非常之好 但是一般屬豬的朋友 記得今年容易發福 所以如果要保持屬豬的朋友 就要小心飲食 另一方面因為有白虎星 白虎通常代表古代遇到猛獸傻傷 但是城市裡面很少遇到猛獸 但是自生如果自養寵物 或者陌生寵物遇到的時候 就要謹慎處理 容易有傷害 另一方面白虎星 也都代表著血缸之災 所以今年機器、利器處理的時候 要謹慎 有天虹星代表容易出爭執 尤其是強出頭 君子既得不立危牆之下 有地殺星 在房地產、租務上容易有爭執 要小心提防